土黃色的滾滾泥流高速往下衝 颱風夾帶的狂風暴雨不斷 造成溪水暴漲 沿著台九線走河川之流 都出現溪水暴漲情形 泥沙直接衝向出海口 颱風山陀而持續增強逼近 为台东带来超大的风雨 在大五乡大鸟村 有强劲的泥流冲向大海 另外在台九线则是出现落石 大大小小的落石 从山坡掉落到路中央 现场已经摆放三角锥市井 车辆经过都体心吊胆 就怕又有落石砸下来 在台九线401.7公里处 靠近多辆车站出现好几颗落石 一大块边坡摊坊 有车辆要经过 只能下车将路数抬起来 好不容易才清除一条道路 南回京风向灯六四线道 一处边坡 周一上午10点发生摊坊 造成双向交通一度中断 巨大的海浪一波又一波拍打 在富岗渔港有不少渔民 一大早就来看船只的状况 还有绑船的绳子断掉 渔民干净来加强固定 海面掀起巨浪 在火水湖旁北南新出海口 还有民众走到堤防关浪 看起来相当危险 至于蓝雨地区 浪花也是一波接一波 受到台风影响 一号蓝雨和绿岛吹起 10到12级强阵风 提醒民众台风天最好减少外出 TB的新闻刘景元花正深 杨沛与陈家统台东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